最后一场比赛是南丹 由韩国选手李宣一对中国选手成绩 场上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是英安选手罗布森沃尔沃克对泰国选手舒吉特和萨拉里 可能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对泰国这一队组合应该更熟悉一点吧 对 杨二老师能不能为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队泰国组合 泰国这一队的话打了很多年 他们也配了这个 我记得有一年雅英会好像他们还进了前四 获得一个红牌 一般的公开赛成绩了好的时候 基本上也就是前八前四是四常客了 这一队组合大家挺熟悉 但是真正能打到冠军的时候好像 比较少 我好像就没看见过 比较少 对 但是呢 这应该说具有不错的实力 那么一直活跃在这个混双的这个比赛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英格兰的一队选手 我们年纪大了以后 他的配队 那个配手呢也退了 现在是一个新的年轻的一个队员和他配 目前这队组合的混双的排名是世界第15位 而这个 泰国这队组合呢 目前混双排名是世界第2 排名很高 因为混双和混双的我们中国队和韩国队相对说都比较强 最近为了备战奥运会吧 可能韩国啊包括中国队就是也重新组合配队了一些新的那个配队 这样呢可能原来的排名可能就会就会没有了 那要重新打打这个积分 是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吧 使得这个泰国这一队的选手相对排名比较高一些 现在混双和女双都差不多相同的形式 对 中国选手本来这个应该排名比较靠前的 但是你重新组合以后 你要重新在这个各种比赛当中来去攒这个积分 韩国也是 韩国原来最好的一队 李东大和李小生 现在因为李小生退育了以后 他也是重新组成了一些新的配队 对 可能排名也是下不到 现在韩国这个混双的组合最靠前的是高成炫的一队 高成炫和何真恩 他们是排在第四位 刚才提到李龙大估计还这队组合还没怎么打呢 基本前面25位景看不到 有我们看前25名韩国还有这个李元兴和金敏珍这一队 因为混双最近那个李东大 我看他的重心 逐渐转移到男双上面去 对 比较大 男双打比较大 混双最近都可能没有参加比赛吧 李大和郑大成的这对男双 其实还是 应该还算世界一流的 对对对 可以看到他 对他 你看他泰国的这个女选手 叫萨拉里桑苍卡姆 这个79年出生 身高1.63米 那么他的搭档呢 这个苏吉特 叫普拉帕卡木尔 80年出生 1.71米 男选手的身高稍微差了一点 对 这对选手也是打垮起有特点 女选手的往前速度还是比较快 相对来说 可能这队选手的整个男选手后场的攻击能力 不会特别突出 对对对 会比较差 所以他们的这个不像典型的这种混双打法的话 男的在后面进攻 女的在往前 有时候的话 男选手会靠前 可以当一队女双打 如果说女的相对水平比较高一点的话 可以当成男双打 男双打可能 你像苏基特这种攻击力 要打男双那就太吃亏了吧 就像男双的这种比赛 你要是比如说没有一个后场攻击力很强 那是不是现在也已经打上来了 对 因为从双打来讲 特别是男双也有几种风格 像陈云富海风的话 我们进攻算比较凶的 算比较全面的 韩国的攻击能力相对比较强一些 特别是防守能力 像印尼亚马来西亚 可能往前的速度 抓往前的速度 就相对比较快 发起发的速度比较快 尤其大家看这个印尼和马来西亚的 这个男双鞋手比赛的时候 真是容易野花缭乱的那种感觉 基本都是在前半场 而且可能你要想跟他打 真正去后场攻击的机会 还不是太多 因为他轻易还很难 但是他能把这球调起来给你 英国这一队的洪霜 因为在苏碑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打了两场球 都打了三局 到第三局的时候 明显就感觉 洪霜的体能可能体力下降了以后 最后都是第三局输球 整个人年纪有关系 年纪大的一个体能下降了 看看这个选手这个能多跑跑 但是可能混伤主要还是靠男选手 去照顾场地的这个更大的面具 对对对对 加上苏碑克最近还比较年轻 可能在经验上比他还差很多 这样他可能会担负更大的责任 可能场上他会更累一点 包括这种精力上 责任感的那种付出 可能压力会更大 那么中国的选手 中国队是张南赵一磊和何寒冰玉洋 这次是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 那么这个比赛应该是在三号场吧 可能今天大家估计看不到 昨天徐晨和马进就输给了那个印尼的另外一对选手 好的我们先来看这场四分之一决赛 是泰国选手苏基特·萨拉里 对英国选手罗伯森和沃尔沃克 那么今天我们是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 中国羽毛球国家队的教练杨戴明 跟我一块为大家解释这场比赛 杨戴明好 嗯 谢谢 谢谢 变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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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 这女选手没有准备后场 所以前一个球掉的还不错 但是这个球感觉杀得有点勉强 其实罗伯森回的位置还可以 这开局的大家都还在试探性的 没有完全就是状态 对 还在试探性的 一些球路 自己好像两个人位置有点误会 你看这个激发球的准备还是充分 就混双这个项目来讲 其实英国它也是传统的 哎呀 取比他一直都还可以 嗯 这个球难度很大吗 哈哈哈哈 再看一下罗伯森刚才这球 没有完全打上里 对新加坡